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 Tia Beauty Channel 現在大家的養生意識高了 不少人都會買一些忌廉品吃 不過市面上這麼多忌廉品 你們又會不會選擇呢 今天就等我們說說最常聽到的兩款忌廉品 保健食品到底有什麼功效 和適合一些給人吃 第一位就是維他命B雜 B雜有很多 總共有1 2 3 5 6 7 9 12 總共有8種成分 他們8種都有不同的功效 如果不是身體有特定的需求 其實是可以綜合這樣吃的 比單一去攝取維他命B 是更加有用的 B雜有很多功能 概括來說 可以令你生存改正快一點 如果你是減肥的人 B雜還可以分解脂肪 維持身體肌力 還可以提升免疫力 還有啊 適合你 可以令集中力和記憶力好一點 甚至有抗壓和抗抑鬱的作用 其實維他命B 我們本身是可以食物吸收的 不過呢 因為維他命B 是屬於一個水溶性的維他命 它受熱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就受到破壞 所以當我們煮食物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維他命B已經流失了 所以適當地透過 這個濕疲民補充B雜 也是非常之好 而這個圖就是 維他命B雜每天的攝取量 大家可以更加參考一下 不要吃太多 因為吃太多 其實也吸收不到 最後也是你去拖禮的時候 就排走了 其實B群特別適合什麼人吃 特別適合第一 第一就是長期吃素 本來這類人比較缺乏B12 不吃蛋奶 這些人其實是 因為B12的來源 只有動物製品 所以他們會比較缺乏B12 第二就是適合你 比較壓力大 而且很容易緊張 吃B雜可以幫你穩定情緒 第三就是 適合你 就是因為整天喝酒的人 經常喝酒的人 會比較缺乏B6 因為酒裡面有月醇 月醇其實會阻礙維他命B6的合成 第四就是 運動量大的人 吃B雜其實可以幫你做修復 特別在你做運動之前吃 其實可以減低你做完運動之後 那種乳酸的對值 第五剛剛也說過 就是減肥的人 因為B1和B2 其實可以幫你分解脂肪 和消耗熱量 所以這麽多種人 是特別適合去吃 維他命B雜的濕疑 維他命B雜剛剛也說過 它是一個水溶性的維生素 所以 只喝水就已經可以吸收到 所以比較適合在你餐前 甚至是胸肚的時候吃都可以 就可以 可以避免和食物有干擾 第二位就是萬月梅 萬月梅有紅寶石之稱 當中的關鍵成分是A型潛花青素 蛋鈴酸等等 對於我們私密部位也有呵護作用 由於女性的生理結構關係 相對於男性更容易引起尿道系統的感染 而萬月梅可以抑壓殺死避尿系統裡 對面有害的念珠菌和細菌 維持回避尿系統的健康 所以如果女士的陰部好癢 有分泌物有異味 白帶過多等等 都可以食透過萬月梅去改善 此外 都可以防止一些 優門螺旋菌 降低患癌的風險 還可以減血壓 膽固醇 以及一些心臟疾病的風險 甚至可以做到美顏 和保健的效果 因為裡面有水洋酸和滑生素C 特別是性生活頻繁的女性 更年期的婦女 和懷孕 都需要特別補充萬月梅 如果你想針對改善斯文的部位 建議我們每天的攝取量 都是36毫克 不過萬月梅本身 都是非常酸的 很難吃的 一般都是經過一些加工之後 造成一些果汁 果乾、果醬和一些膠固 不過留意一下 這些果汁、果乾、果醬 很多時候都含有很高的糖分 反而萬月梅的成份 或者含量 都不會多於10% 所以建議大家 都是選一些果汁去補充 吃這些果汁 就不要為了盲目追求健康去吃 而是應該要了解自己的需要 和目標去吃 而且也不是說 越吃得多就越好 如果身體沒有出現 即缺乏某種營養的症狀 其實一般上 都沒有必要去攝取多餘的維他命 因為你平時吃東西 其實已經足夠應付身體所需的營養 所以大家就不要為食而食 另外買的時候 也可以看看產地 如果製造廠商 有GMP認證 就比較安全 另外也要看看實際的成份含量 剛剛也提到 如果你要吃萬月梅的話 你想為了改善絲襪問題的話 建議每日葉攝取 前花青素大概是36毫克 你買這個食物的時候 就要看清楚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的含量 還有不要期望這些食物 有即時性的效果 一定要堅持 起碼要吃大概兩至四個月 其實才會有效果 這次我們就說了這兩種普遍的室評文 如果你們想知道其他的 都可以在樓下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 按鐘仔 like and share 我們會定時分享更多美容資訊給大家 拜拜 我們下節的影片 我們下節的影片 都可以按照 很多部分 參加 我們下節的影片 都可以按照